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甲状腺大一点点 我们去做穿刺 它可能会有淋巴细胞的侵润 或者有僧发中心的形成 但是它功能是正常的 我们完全可以不治疗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有的病人可以维持很多年 他不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 一旦出现了甲状腺功能低下呢 大多数还是需要 左甲状腺素纳中僧的替代治疗的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完全根治的 那是 state的每个人都友好 那是我们的两个人都友好 有关灵状腺了 火车分析 不看到了 Χ养